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 在最伟大的那一天 从死亡中 你拯救了我 来欢呼耶稣他活着 十字架和红坟墓 胜过死亡穷活的生命 来欢呼耶稣 来欢呼耶稣他活着 他活着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尿路产生命完全改变 你吸尽我的嘴 lately HAPPY DAY dash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亚 NOW HE在cipient 我終於完全的自由 我是你耶穌祕書 持不住的希望 在世上的痛苦將過去 我保護耶穌祂活著 祂活著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盡我的嘴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盡我的嘴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永遠不再一樣 Oh Oh 何等奇妙暗電 何等榮耀作為 你拯救我 Oh 何等奇妙暗電 何等榮耀生命 耶穌祖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盡我的嘴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生命完全改變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變 生命完全改變 永遠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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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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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顧四周看見環境陷惡 風暴要來到 我知道祝你的應許更重要 當我發現自己無助軟弱 彷徨要跌倒 我知道你是我永遠的依靠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勝過一切 有你在我身邊 看見瓦淇淋的寶貝 祝你的大難要掌現 超越一切 我生命你掌權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你用笑臉 先兵你在掌權 你拿夠我用的恩典 扶避著 我直到永遠 我雖然若你掌現得完全 開我的雙眼 環顧四周看見環境陷惡 風暴要來到 我知道祝你的應許更重要 當我發現自己無助軟弱 彷徨要跌倒 我知道你是我永遠的依靠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勝過一切 勝過一切 有你在我身邊 看見瓦淇淋的寶貝 救你的大難要掌現 超越一切 我生命你掌權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你用笑臉 先兵你在掌權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伏筆著我直到永遠 我雖然若你掌現得完全 我確信 前行你依依 秋月環境 勝過所有阻礙 聽信心 宣告你懷疑 那山都開 苦苦都要心情 我確信 前行你依依 超越環境 勝過所有阻礙 聽信心 宣告你懷疑 那山都開 苦苦都要心情 開我的深夜 讓我能看見 勝過一切 有你在我身邊 看見挖起你的寶貝 助你的大難我彰顯 超越一切 我聲明你掌權 看我的深夜 讓我能看見 你用笑臉 先明你在掌權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不必爭 我直到永遠 我雖然若你掌現得完全 看我的深夜 讓我能看見 勝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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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在我身邊 看見忘記你的寶貝 就你等的能要重現 超越一切 我聲明你掌權 開我的深夜 開我的雙眼 讓我能看見 你用笑臉 先明你在掌權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扶辟著我直到永遠 你拿給我用的恩典 我雖然若你掌現得溫泉 我雖然若你掌現得溫泉 你掌現得溫泉 天父 我們今天感謝你 今天我們可以聽到你的話語 讓你的話語今天來更新我們的靈 我們今天禱告 來告訴我們 我們謝謝你今天我們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我們可以站在這裡敬拜你 可以讚美你的名 謝謝你耶穌 奉主耶穌的名我們祷告 Amen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把一切尊榮 榮耀歸給上帝 今天很高興 再次是一個主日 我們可以來把自己獻給神 把我們自己的心思意念 再次交托給神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講員 謝幸福牧師在我們當中 要為我們正道 我還沒請他來之前呢 再次鼓勵大家 雖然我們不能夠實體聚會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還可以繼續的奉獻 就用在螢光幕 現在你看到的Pay Now 或者你可以 就是看到我們的那個Bank Account 你可以做Transfer 當然如果你說 你這些都不會 沒關係 我們應該是差不多7月 就可以再次一起聚會 你可以把你的奉獻留住 然後到7月的時候 我們一起聚會的時候 你才來奉獻給神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就是把我們自己的需要 再次交給神 我們相信我們能給 是因為神 祂供應給我們 所以我們把一切 我們的需要跟重担 再次的謝給祂 好嗎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 今天的敬拜我們 所唱的歌 是開我的雙眼 主啊 不管我們的情況是如何 開我們的鼠林眼睛 讓我們能夠看到 祢是我們的供應者 祢是我們的醫治 祢是我們的救主 主啊 我們不要擔憂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要繼續的仰望 依靠 相信主很快 祢就要搭救我們 謝謝主 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就好像以色列百姓 在曠野的時候 他們每一天都有瑪拿 主啊 祢是要供應瑪拿的主 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我為所有的弟兄姐妹 祝福祷告 奉靠耶穌的名求 阿们 所以我們很高興今天 有謝幸福牧生 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來歡迎祂 你們 謝謝 你們好 我本來想繼續講 約翰福音的 但是 因為明天 是美國人的父親節 所以我就把講題 改成父親節的信息 為什麼說美國人呢 5月的第二個星期天 母親節 6月的第三個星期天 父親節 那這是美國總統 下 他不是下聖职 下招定的 那中國人 那中國人有沒有父親節呢 有 8月8號 88節 母親節呢 也有3月8號 38婦女節 那婦 婦女的婦就是指著結了婚的 你呢 是還沒結婚的 配合父親節 配合父親節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 聖經所記載的 第一個爸爸 那你怎麼樣 稱呼你的爸爸呢 你是叫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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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言給老道 我要透過三個層次 來跟你們分享 首先我要講 聖經中的第一個爸爸 然後配合中國的文化 笑道 再引入聖經中 所給我們做父親的 還有做兒女的 應當怎麼樣來看待這個重要的可提 那先恭祝每一位做爸爸的 父親節蒙恩蒙福 我有幾個重點 爸爸 神愛你 爸爸 你愛媽媽 爸爸 你說啥 爸爸 你老路 再來 爸爸 來救我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首先 聖經的第一本書 創世集 第二章 神造了天地 藉著造人 第二章 造了人之後 二十節 那人沒有意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神 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於是 起下他的一條肋骨 又把肉 合起來 耶和華神 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 造成一個女人 領他到那人跟前 從創世的起初 神有美好的旨意 神愛他所造的人 他所造的人 是有靈的活人 當神為亚当预备了一個女人 那亚当说了一些话 他愛神所為他預備的女人 那人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稱他為女人 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起出來的 那你可以說 這是世界上第一句情話 講得很入骨 好像也有一點肉麻 不會吧 二十四節二十五節很重要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我們的神 一點都不啰嗦的 你不要以為聖經這麼厚 這麼大笨 沒有一句 一個字是多餘的 神也不大重複 有的 但是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二十四節這一節 一共在聖經出現了五次 可見這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但是今天沒有時間講解這一句 二十五節 而且當時夫妻二人 側身露體 並不羞恥 這也是神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這是第一個爸爸 第一個媽媽 聖經所記載的第一個家庭 但是當你繼續的讀聖經 你會發現很可怕 很可悲的事情發生了 人違背神 犯了罪 吃了神所吩咐 你們不能吃 吃了必定死的 那善惡樹上的果子 做兒女的 如果你發現 如果你發現父母錯了 你怎麼辦呢 你當做沒事 或者你不敢出聲 或者當你發現 爸爸媽媽好像出了問題 紅燈亮了 做兒女的當怎麼樣呢 那做人老爸的 如果你知道你錯了 你應該怎麼樣呢 我們從聖經來看一個 蠻可怕的事實 當人犯了罪 創世紀三章十二節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樹上的果子 給我 我就吃了 你們可以詳細地去看 《创世紀》第三章 天起了凉風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女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為什麼他們需要躲避呢 他們知道犯罪了 懼怕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 對他說 你在哪裡 不是神不知道 亞當在哪裡 是亞當失去了他自己的本位 他不知道他在哪裡 亞當說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側身露體變長了 你再注意看第十二節 用了很多代名詞 如果我們詳細地讀旧約 猶太人幾乎不把神 用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來稱神 他們不只很恭敬地說 神還要彎腰敬拜 他不會說你 他指做神 我們也要學習 用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有些問題的 那人說 你這個你是誰啊 你所賜給我 已經是 他跟神之間的關係 沒有那麼肯定 他竟然用第二人稱來稱神 與我同居的女人 還有幾個人 當時世上只有她們兩個人 她本來不是很感恩的嗎 但是現在 她把責任推給那女人 她就是她 就是你造給我的 與我同居的那女人 都是她 她把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吃了 你不能怪我 我看打從創世的起初 人就知道怎麼樣推諱責任 做兒女的 當你看見父親錯了 你應該怎麼樣說呢 中國人蠻講究孝道的 但是很可惜 《孝經》這本書 不是那麼難讀的 但是現在已經幾乎 沒有人讀了 在《孝經》的 《建徵篇》 《孝經》 孔子回答 曾子的一個提問 其實這一段呢 主要是講 軍臣 還有臣跟平民百姓 還有父子 所以如果你看 父有曾子 這身不限於不義 故當不義 這子不可不爭以父 什麼意思呢 如果大臣看見皇上做錯了 他負荷做yes man 或者他品公義指錯 他可能要殺頭了 大臣跟百姓一樣 但是父跟子呢 孔子特別提出 那這一句話怎麼解釋呢 其實父親的命令 不但不能隨便聽從 而且要爭作其命 是否可行 為父親的 如果有明理答義的兒女 常常見真他 糾正他 他才不會一致錯下去 這樣呢 使父親不會限於不義 那對於不義的事 一定要練真 見真 勸主 那你注意 孔子的意思 如果是一味遵從父親的命令 又怎麼稱得上是孝順呢 不要誤解孝道 那圣經 記載主耶穌說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我們繼續思想下去 爸爸 你牢獄 我看做兒女的 有多少能夠明白 父親的牢苦呢 人犯了罪之後 神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樹上的果子 地壁為你的嚴固受咒诅 你必終身勞苦 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壁給你長出經濟和濟梨來 你也要吃田間的蔬菜 那十九屆中文的翻譯 實在是鐵切 你必汗流滿面 才得虎口 所以 勞苦本身 不是一件壞事 那特別如果我們從這裡 引申到詩篇一百二十八篇 第一節 凡敬畏耶和華 遵行他道的人 便為有福 第二節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 你要享福 事情順利 神仍然是愛 他所造的亞當 神也愛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被造的 但是 什麼叫做有福呢? 不是吃飽就睡覺 睡醒又吃 天天吃好吃的 這樣你跟豬有什麼不同啊? 醫院裡面也好好一些人 就是吃跟睡而已 好可怕的 真正的享福 是要吃老路得來的 然後你要注意 凡敬畏耶和華 遵行他道的人 便為有福 今天我不只要對做父親的說話 也要對做兒女的說話 那我要把剛才所講的四個大點 再把它融會貫通一下 那麼進一步的告訴大家 大家 特別是做兒女的 對爸爸說 爸爸 神還是愛你的 爸爸 你還是愛媽媽的 我 我不必舉證一些數目字給你看 但是 現今 家庭 破裂 單親 司空見關 很可悲的 當我們看詩篇 一百二十八篇 那這是一篇 把美滿的家庭 畫出來的一篇詩篇 我們看了第一節第二節 第三節就講到妻子 你妻子在你的內室 好像多接果子的葡萄树 而你圍繞你的桌子 好像橄欖栽子 看啊敬畏耶和華的人 必要這樣蒙福 相信你們吃過葡萄 你也可能吃過橄欖 但是聖經的形容很特別 如果你的妻子像橄欖 那有點可怕耶 如果你的兒女像葡萄那樣 軟綿綿的 也有問題耶 剛好要反過來的 妻子在你的內室 好像多接果子的葡萄树 亚當給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感謝神 亚當好像是動物學家 每一隻動物來到面前 他就給他起名 但是神為他造的女人 為他起名夏娃 眾生之母 他沒有說是何東西 也沒有說是像橄欖那樣 會刺人的 不 願約和華從西安赐福給你 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 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當我們讀詩篇的時候 有很多我們需要去深入了解的 把你自己放在詩篇裡面 西安什麼意思呢 西安不是一個地方的名 有什麼意思 都有意思的 聖經記載的人民地名都有意思的 西安什麼意思呢 神審判的寶座 耶路撒冷什麼意思呢 神的聖城 和平之城 以色列是什麼意思呢 很奇怪 很少人知道以色列是什麼意思 西伯來文 西伯來文有22個字母 每一個字母有一個圖像的 有一點像中文的象形文字 但是它的象形 中文西伯來文是差很遠的 凡是你看到L EL就是神 Elohim Elsaddai 所以很多名字 Daniel Samuel Joel Camel 還有Emmanuel 都有EL 有些在前面 Elijah 都是神 所以Samuel 聽見神的聲音 Elijah 神的先知 Israel 以色列 一人 Real 强壮 所以什麼意思呢 俗神 强壮 的人 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呢 雅各跟一個人甩腳 然後他抓住這個人不放 他說你要祝福我 不然我不放手 那這個人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以色列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然後雅各就放手了 你看見祝福嗎 改一個名字 祝福在哪裡 其實天使 這個人 他說你跟神和人 角力都得神了 所以這個人是神所派的天使 或者是一般人 或者是一般的人 有一點模糊 但是姑且當他是天使吧 他對雅各說 你不要再叫雅各 你要叫以色列 雅各就放手 因為他聽得懂 西伯來文 屬神強壮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借做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 亞伯拉罕的後裔 我們是屬神的真以色列人 不是在種族國際上的觀念 而是我們是屬神強壮的人 做兒女的 你有沒有為你的爸爸這樣祷告呢 願你們的爸爸都是屬神強壮的人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 這第一個家庭 第一個爸爸 第一個媽媽 第一對夫婦 他們生了兒女 亞當、夏娃生了好多兒女的 但是發生了一個悲劇 爸爸 來救我 發生什麼事情呢 第四章 第八節 該允與他兄弟亞伯說話 二人正在田間 該允起來 打他兄弟亞伯 把他殺了 這是世界第一宗謀殺案 第一宗家庭悲劇 第一宗家庭悲劇 兩兄弟說話而已啊 我看這個說話 越說越大聲 大到 推 打 更糟糕的 但是你有沒有問在這個時候 爸爸你在哪裡 哥哥要殺我啊 爸爸來救我 但是似乎看不見亞當 看不見夏娃 有好一些歌啊 送贈母親的 但是送贈父親的 好像沒有咧 有啦 客人來看爸爸 爸爸不在家 印象中的爸爸 就是總不在家的 今天有多少兒女 發出呼聲 爸爸 你在哪裡 爸爸來救我 但是 悲劇一再的發生 我有一些令人很傷痛的數據 我很會收東西的 1986年的Street Time 這個簡報我給他剪下來 1979年到1986年的8月 在7年之內啊 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地方 發生過的家庭悲劇 八個母親殺了兒子 六個母親殺了女兒 三個母親殺了兒女 那麼父親殺兒子 殺兒女 兒子殺兄弟 殺父親 殺母親 丈夫殺妻子 妻子殺丈夫 這些悲劇一再的重演 如果我們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叫我講什麼道啊 怎麼主持這個追思禮拜和葬禮啊 太可怕了 但是一再的發生 那我看你我有責任 不讓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應該在社會裡面 有一些影響力 從教會開始 那很重要的 做兒女的 做兒女的 你可以不可以很肯定的 告訴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 神愛你們的 你自己領受神的愛 感謝神 但是如果你的父親母親 他信主 他信主 或者還沒信主 或者軟弱後退了 你應該怎麼樣 身為兒女 對父母說 神愛你 創世紀第三章 二十一節 我很喜歡這一節 當人犯錯了 神不是拿藤鞭來罚他們 耶和華神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 給他們穿 什麼意思呢 神親手殺了一隻 他所造的動物 很可能是羊 因為在很多的語言里面 都有一句 代罪羔羊 中英文都有 这一隻羊 擔當人的罪 因人的罪受死 叫人可以得赦免 然後神在把這隻動物 最美的那個部分 他的皮毛 給人穿上 這預表著 神的羔羊 主耶穌基督 為我們上十字架 擔當我們的罪 因我們的罪 他流泡血 洗盡我們的罪 該死的是我 他竟然為我而死 叫我可以得作赦免 所以加拉太書三章二十七節 告訴我們 受洗歸入基督 就披戴基督 所以這一位神的羔羊 成了救恩 然後我們要信靠他 披上基督 做惡理的 你要很肯定的 對你的父親 你的母親說 神愛你 神把犯了罪的人 趕出伊甸園 而且 把守伊甸園 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你說 為什麼神罰得這麼重 神 人 刺人 死 如果你看古裝戲 皇帝 皇帝判一個人死刑 這個人還要說 謝萬歲 這個死刑還是賜你死的 那神為什麼要罰 人吃的日子 必定死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想一想 老了 行動不變了 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己打理了 就是不死 我告訴你 好可怕的 我看過好多這樣的病人 但是神 愛世人 我們肉身 有一天要走到終點 但是 這是出死入身 讓我們能夠進入永遠的榮耀 所以當我們看見神對我們的愛 特別你們做兒女的 你應該時常對父母說這個愛 以福所書第六章第一節 轉過來對兒女說話了 他說你們做兒女的 要在主女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再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 待應許的 結明 做兒女的 你應該很容易明白的 神早就說 這人獨居不好 父親不可能 單獨存在的 他需要一個配偶 幫助他 他需要兒女 孝敬他 以後奉養他 以前的人的觀念 養兒 養兒煩惱 現在呢 是養兒煩惱 你要讀得準一點 但是 聖經給我們很平衡的教導 做兒女的 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孝敬父母 有一首歌這樣唱 天下的父母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我才不信 我找兩個就可以證明不一樣了 我知道 有一些做兒女的 父親不理家不顾家 做兒女的 甚至痛恨父親 但是對不起 聖經怎麼說呢 孝敬父母 只要是你的父母 你沒有惡話可說 孝敬吧 神知道 有一些人很為難 所以這個 戒命帶著應許 使你得福 在世長守 所以你不用埋怨 神為什麼你給我一個這樣的爸爸 神說你孝敬吧 我的應許要給你 然後 第四節 你們做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教育他們 所以請問做父親的 如果你不懂 主的教訓和警戒 你怎麼可能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兒女呢 不可能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嘛 但是不論是已經信了主的 或者是還沒信主的 還沒信主 你還沒有摸過聖經 你怎麼知道主的教訓和警戒呢 如果你問猶太人 整本聖經 哪一節最重要 你知道嗎 猶太人一定會告訴你的 生命記六章四節 以色列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神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英勤教訓你的兒女 英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二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並你的城門上 猶太人認為 生命記六章 第四節到第六節 是最重要的 你很容易認得出 猶太人的家 每個家 它的門口 一定放上 有一個小東西 釘在上面 那這個叫Masusa 很 他們把生命記六章四節 寫在一張小指頭 捲起來 然後放在這樣一個小盒子 釘在門框上 有各種各樣的設計 但是你注意 上面一定有這樣的一個字母 希伯來字母 這個字母的發音 就跟福建化所講的 行一樣一樣 行 所以他出門的時候摸一下 kiss一下 把神的話語吃進去 所以坐坐 躺坐 走坐都要思想 還要英勤的教訓 你的子女 所以當你看 他們注重這一些 那我們信了耶穌 我剛才講過 我們因信耶穌成為 亚伯拉罕的后裔 成為真以色列人 但是你知道神的教訓和警戒嗎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怎麼樣去教訓你的兒女呢 《老子道德經》第五十章 《道德經》也不是那麼難讀的 只有八十一章 那麼總共呢 五千多個字而已 但是第五十章說 《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剛才我講同樣的四個字 但是排列不一樣 《出死入生》 你查中文字典 你查得到《出生入死》 有一些還告訴你 《出自老子道德經》 《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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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 老子观察 他说长命的人有三分之一 短命的呢 也有三分之一 那还有三分之一呢 本来可以长命 结果变成短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生生之后过度也 有很多东西你过度了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 那这是另外一个学问 我要引过来的是 刚才我们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而你的气 我弟弟确确看过 有好多做父母的 他惹而你的气的 不过以后呢 他也会自视其果的 还是圣经最老实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那你要注意看 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呢 但是多不多呢 不多 我告诉你 操练身体运动都很好 但是跟你的寿命不成正比的 我鼓励你运动 但是不应该过度 唯独尽全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那现在如果你的 父母都年老了 我看到许多做孩子 就强逼他们 你们要运动啊 要怎么样 他都不想动 他坐在摇摇椅 都不想摇的 那为什么儿女会去逼父母 你要去运动呢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 你逼他的嘛 你训练出来的嘛 那管理运动啊 养生 那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也有讲这一方面的道 但是很多人啊 不喜欢听的 不是很认真的要去谈的 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 超念身体益处还少 可能懂的人比较多 西伯来书啊 十三章第九节 却是很多人 没有注意的一节经文 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 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的兼顾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接下来这一节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你会不会吓坏 当然哦 十三章啊 不是讲饮食的 但是这一节本身哦 他告诉你有许多怪异的教训 我觉得很奇怪 不对的哦 根深蒂固 相信 对的啊 听不进去的 特别在饮食方面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孩子还小 我看过多少父母 要吃菜 要吃菜 他都不喜欢吃你 逼他干嘛 但是你以为 你的看法就很对吗 不见得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叫做惹而你的气呢 你要把他不喜欢的 强加于他 然后他喜欢的 你要跟他拿走 做父母的 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 检讨一下 箴言第三章第一节 种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但是我敢跟天下的父亲挑战 你到底教你孩子什么 你们做儿女的 你印象中 父母给你最宝贵的教导是什么 你讲得出吗 我看很少人讲得出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教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纯迹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 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开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还没信耶稣的人 他会不会养育 恶你啊 喂 你说呢 还没信耶稣的人 他没有读圣经啊 但是他从哪一方面 得作教训孩子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两头不到岸 信耶稣的人 并不晓得圣经的教训和警戒 那你怎么教你的儿女呢 那还没信主的 多少人读孝经啊 还有你听过曾国藩吗 他是清朝汉族的大官 那你应该听过 那你应该听过诸葛亮吧 你知道曾国藩啊 他在北京做官 但是他的孩子 在老家 他做官三十年了 他写了一千五百封的家书 给他的儿子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 去读曾国藩的家书呢 还没信耶稣呢 我向你挑战 你读吧 特别是 他引用了中庸里面的一句话 圣读 这个太宝贵了 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小心啊 有很多做儿女的出国留学 你放鸟归山这样 父母不在 看不到你 但是 如果你是信耶稣的 我告诉你 你不是单独的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在看着你 小心啊 诸葛亮呢 我们知道他很聪明 他是刘备的军师 但是他五十四岁就死了 当时他的儿子才八岁 他留下一本戒指书 但是你讲他书 其实像一封信 只有八十六个字而已 他教导他的儿子 怎么样敬业奉献 修身养性 自学 今天谁读这些 还没信耶稣的 你从中国文化入门 然后你看见 神的道 高过人的道 神的旨意 高过人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看 雅各书一章五节 很宝贵的一节经文 你们中间 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撤着人的神 主就必赐福 主就必赐给他 我少之又少 看见有人在讲台上 带领祷告 求智慧的 做父亲的 请问 你有为你的儿女求智慧吗 做儿女的 你有为你的爸爸求智慧吗 你要求 神 后赐智慧的神 不撤着人的神 就必赐给他 赐什么呢 赐智慧 哥罗西书 不是重复 以福所书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你的气 恐怕他们试了止气 这是做父亲 教导儿女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 接触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 所以不论你信主 还没信主 我们做父亲的 必须注重下一代的教养 你怎么做呢 中国文化给你许多的点子 圣经给你更多 最后我要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 马拉基书 最后的一章 最后的两节的这一句话 来让我们看见末世的光景 神给我们的教导 马拉基书四章第五节 第六节说 看啊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 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 咒诅遍地 旧约圣经就结束了 教会很少很少 注重以利亚施工 以利亚施工是什么呢 在这末世 等候基督快来的日子 我们要快快地 看见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而你的心 转向父亲 巴不得我们 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 为你的爸爸祷告 做爸爸的 你更要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 检讨 你从中国文化的角度 可以看见 许多很宝贵的教导 从圣经 更加重要的教训和警戒 先对我们自己 然后对你的儿女 不然的话 教会跟着社会一样地走 然后你看见 咒诅遍地 巴不得我们醒过来 也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 看见圣经给我们一环很重要的教导 我们同心祷告 恩主我们求你赐智慧 给每一位做父亲的 帮助他们 以神的教训和警戒 教导他的儿女 我们也求 神你把智慧 赐给每一个做儿女的 愿他们都 能够有智慧的 来明白主你的教训 和警戒 我们愿父亲蒙福 遵行耶和华的洁明 我们也愿意 每一个做儿女的 他们孝敬父母 也得作神所应许的福气和长寿 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感谢主 感谢谢牧师给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挑战 就是 父亲 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还有不太认识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挑战 就是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智慧 但是我们还没有散会之前 我觉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为 还没信主的父亲 我们的 我相信还有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还没有 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 相信神 爱他们 就好像今天谢牧师说的 神还爱我们的爸爸 跟妈妈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你的恩典 再次的 降临 尤其是为我们自己的父亲 母亲 还没有信主的 主啊 可能他们 不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中国 主啊 求你今天 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你用你的使者 透过你自己的方式 使他们的心敞开 再次的 主啊 对你的话语 对你这创造天地的主 他们有一个 渴望 一个渴慕 来认识你 求主施恩 拯救他们 脱离 罪 脱离 凶恶 把他们的生命 主啊 再次的挽回 归于你 主啊 我们把自己的教会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家庭 再次的 仰望 求主 眷顾我们 保守我们 谢谢主 感谢你给我们今天 这样子的时光 听你的道 再次的 被你的话语 鼓励 跟挑战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为你祝福 我们还没祝福之前呢 我们来一起做 主导文的祷告 愿神再次 听我们的祷告 愿神再次的 引导我们 每一个人 这个星期 愿 神的 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 赐你平安 弟兄姐妹 愿神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同在 从今日直到末了 上帝祝福你们 平安 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在线上我们聚会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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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